200万也急不起的奥特曼卡 为什么能如此烧钱 我们小时候也有几卡热 喜欢收集水浒卡 当时我们为什么不会这么疯狂 其关键在于 奥特曼卡片销售背后的成瘾机制 就算是成年人都会欲罢不能 更不用说未成年的小孩子了 究竟是谁 再疯狂诱导未成年人 消费奥特曼卡片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万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相信光的代价有多高 现如今 课金卡牌已经成了小学生之间的社交敲门砖 不熟悉奥特曼 有的小朋友甚至连朋友都交不到 更融入不进小学生的社交圈 没有一本拿得出手的奥特曼满星卡 稀有卡册甚至还会被孤立 纯真的孩童友谊 已经不知从何时起变得如此势利 中小学周边的文具门店里 销量最高的一定是奥特曼卡 单价19块9的奥特曼卡 经典版满星卡包牌 每个月的销量更是上万 北京朝阳区的一位卡王家长 自从孩子入坑奥特曼卡之后 已经陆陆续续花了200万抽卡 然而花费天价居然也没能凑齐 成本只有7分的奥特曼卡片 在奥特曼爱好圈里 总消费在万元左右的 只能算是一般爱好者 消费超过10万的才算是行家 如果花费上百万 那就是当之无愧的卡王 像前面那位 有能力花200万级卡的家长并不常见 但是对普通家庭来说 去一次奥特曼卡旗舰店 花费上千左右都是正常情况 可是我们童年大火的水浒传卡 为什么不会让人如此疯狂 其主要原因就是 奥特曼这个IP找得很对 因为相较于水浒传这种 关系复杂 勾心斗角的任务关系 奥特曼在未成年孩子中 会更受欢迎 因为奥特曼中 很容易就能分清 谁是英雄 谁是反派 卡片上的战斗力标识 也是简单易懂 而且奥特曼卡片 还在当年普通卡和银卡上 升级出了SSR SR PR R等23种 稀有度等级的卡片 卡片上是奥特曼动画中的角色 上面标注有各个角色的背景故事 技能 攻击力 防御力 身体体重等信息 相同等级的卡片 还有各种不同的系列 不同的卡包还能开出 不同形态 不同时期的奥特曼或是怪兽 同等稀有度的卡片 还有横板 剧情卡 半闪卡等分类 同一张奥特曼卡 要集齐9张才算成功 那么复杂 奥特曼本人来了 也不一定能分得清 集齐卡片的方式也很简单 只需要大量买卡包 像抽盲盒一样 靠运气集卡 有时一块钱一包的卡片里 也能抽到稀有度极高的卡牌 低付出高回报的概率 直接让小学生们疯狂上头 毕竟一块多钱不算多 然而这只是奥特曼卡片 挣钱的最简单手段 家长花200万 给孩子集奥特曼卡 比集五福还难 奥特曼卡有什么魔力 能让孩子如此着迷 家长甘愿自掏腰包购买 现如今 10个小孩 9个都痴迷 收集奥特曼卡 偷偷玩卡 交换卡牌 已经成为了小学生 必不可少的社交活动 如果手里能有几张稀有卡 几乎能在学校横着走 享受众星捧月的感觉 对此 大部分家长不但不制止 反而会帮孩子集卡 这并不是家长过于纵容 而是因为奥特曼卡牌 已经成了小学生的社交货币 不少小学生都靠奥特曼卡 在学校交到不少朋友 这就是他们不惜花重金 支持孩子抽卡的原因之一 互联网上 更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奥特曼卡 二手交易平台 可是奥特曼卡是如何 迅速占领全球市场 让未成年孩子跟产品亲密接触的 据知情者爆料 经销商给奥特曼卡 省机代理商的折扣 是价格的两折 给二级经销商的是四折 终端零售店则是六折 可别小看了这六折 学校周边的文具店 小卖部 就算只卖出一包一块钱的卡包 老板都能拿到将近一倍的利润 正是这种高利润才会让商家把奥特曼卡牌 放到商店最显眼的位置 吸引小学生购买 而且在售卖期间 小店老板还会主动维护珍惜卡牌的价值 向小学生透露 部分珍贵 等级高的卡牌 未来甚至会值成百上千块钱 低投入高回报的可能性 会让本就没有太大明辨是非能力的小学生 疯狂购买卡包 只为抽中珍惜卡 然而这仅仅是奥特曼卡 捞金的第一步 当奥特曼卡遍布全国后 他们又设计了新的营销方式 公司开始有意将奥特曼卡牌 安等级大小划分 70多块钱的豪华卡测 不但外观更加炫酷 里面还会随机赠送稀有卡 这种卡牌的珍惜度 自然跟那些一块钱一包的 形成鲜明对比 也形成了区分玩家身份的象征 有了豪华卡 才能证明你是资深玩家 有了这种卡 不少小学生上学都硬起了很多 这种虚荣感 甚至要比考了100分还要强 此时的奥特曼卡牌 已经不是几块钱的小卡片 而成了小学生满足虚荣心 让孩子不断上瘾的工具 你敢相信 这么一包小小的奥特曼卡 让卡油公司年收入超过6亿 据数据显示 仅仅2020年 吉卡式卡片龙头企业 仅靠奥特曼卡牌 就赚了4168.02万 总营收达到30亿人民币 也就是这么一包不起眼的小卡片 年销量突破3亿包 足以证明奥特曼卡牌 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了 但是疯狂消费的背后 买单的却是学生家长 虽然卡牌公司有明确表示 未成年人要在家长 或是监护人的陪同下购买卡片 但是在一些商贩 或是街边小店 学生聚集最多的地方 对没有家长陪同的学生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且除了奥特曼卡牌 豆罗大陆 叶罗利等中小学生 关注度高的不少IP 也开始相继推出周边卡牌 现在的卡牌 基本都属于即换式游戏 这种卡牌一般都会 不断推出新的系列 新的款式让人眼花缭乱 但是对于玩家来说 他们可能会处于一直在收集 却永远凑不齐的状态 这种抽盲合适的卡牌消费 对消费观念不健全 好奇心强 喜欢攀比的青少年来说 是难以抵抗的诱惑 读脱诱导等一些 连成年人都难以逃脱的套路 被用到涉事未深的孩子身上时 实在让人后背发凉 当原本纯洁无瑕的孩童友谊 变得如此虚荣势力时 未成年人扭曲的价值消费观 又该如何矫正 好在商家的过度消费 已经引起中销鞋的注意 但是这也并不全是卡邮公司的错 虽然他们靠着各种销售套路 诱导未成年消费 但畸形的消费的板子 不能只打在奥特曼卡身上 父母和社会都应该担起应有的责任 父母及时正确教育引导 帮孩子树立 正确理性思想的同时 相关部门也应该引起重视 让未成年人获得快乐的同时 也能获得健康 当然对于孩子 对卡牌痴迷的行为 家长也不要太过草木皆兵 毕竟谁小的时候 没有为几张水浒卡 疯狂吃干脆面呢 只要积极引导 就能避免孩子的上瘾行为 或许时尚是个轮回吧 小时候我们集水浒卡 长大了 我们的孩子集奥特曼卡 那你有为集卡疯狂过吗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 我是万物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